作为一名专家呢 就要经常到天间地头去看一看 走一走 要跟群众打成一片啊 要不然 我们就要被群众打成一片一片又一片啊 哎呀 喂专家呀 你看 今天天气那么有 我们为什么不在办公室里面吹工条啊 都说了 我们要深入群众 了解继承啊 要不然 别人以为我们白拿工资的呢 那你了解就了解嘛 你干嘛叫我带个盾牌 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都没有吃过亏 上一次我到天天地头啊 遇到恶人啦 被人家毒打了一顿啊 这次我要有备而来啊 这样子啊 那里怎么有人砍住啊 走 过去看一下 喂专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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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 哎呀 你这个老兔头 在干嘛呢 我在砍树啊 没看到啊 不能砍嘛 怎么不能砍 你有没有砍罚杖 没有砍罚杖就不能砍 我自己的树 我想怎么砍就怎么砍 你自己的树也要证的 你想一下 你没有证 你乱砍 影响很严重的 什么影响 影响生态 我砍个树有什么影响生态的啊 你想一下 你要先去办个证 啊 办个证了 我们那个上头批准下来了 你才能砍 哎呀 我长这么大 还第一次听说 砍树还要砍罚证 还要批准才可以砍啊 所以说你们平时啊 就不善于学习文件啊 经常会犯错误 就会做错事啊啊 不能砍 不能砍 要先去办证 办证 去哪里办啊 哎呀 去有关部门办啊 先去写申请啊 申请了 然后人家会审核 审核等半个月 人家就到时候 通过了 那个给那个砍罚证了 你才能砍 知道吗 啊 要申请 啊 要不要培训啊 要啊 看你那个到时候 你去申请到 人家要考核你 砍罚的技术行不行 啊 如果砍罚技术不行 你还要 花钱培训 这样 对 培训通过了 才能发账给你 就算 那个证件发下来了 到时候你要砍树 你也不能这样砍的 穿个拖鞋 都不穿专业的服装 也不拿专业的工具 很危险的 那我 还要另外 自判一道工具 去买 买一条电锯 不能拿这种刀 啊 万一甩到别人怎么办 不安全 买一道防护服 是不是 啊 那样 到时候要搭一个铁架 啊 要保护好 不能让他那个 到时候倒了 万一有路人路过 碰到别人存在安全隐患了 哎呀 你这个 所谓的专家啊 我家里面米都卸不开锅了 就等着砍这个树 去卖啊 你还要我去申请办证 还要去培训 还要买那个专业的防护服啊 还要在这里做防护 我才可以砍啊 那现在规定就是这样了 要按照流程来找 你看到没有 这树上还有蚂蚁啊 可能还有鸟窝呢 是不是 你没经过 我们审批通过了 你就砍 到时候 你砍了那个鸟窝 被你搞烂了 那个鸟住哪里啊 这个蚂蚁万一被压死了 啊 影响生态啊 照你这么说 我去申请 还是当你们批负 还要这里通知那个蚂蚁 叫那个小鸟飞走了 我才可以砍啊 对啊 而且啊 你砍住声音那么大 有噪音啊 你还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来砍 啊 周一到周五啊 工作日不能砍 知道吗 哦 啊 然后那个周日的话 早上晚上也不能砍 知道吗 就是中午要砍 只能中午砍 要不然早晚都会出事 哎 没错了 就是这个意思 啊 不能随便砍住的话 要找完手续 啊 找完相关流程才可以砍 知道吗 我家里面现在米都切不开锅了 啊 你 给米我煮饭啊 啊 我买青菜的钱都没有 哎呀 买什么青菜 你不懂买药吃吗 真的是 哎呀 你是专家啊 嗯 站着说话不腰痛 我有钱买肉 我还要去买青菜啊 哎呀 不要说那么多了 赶紧收工 把刀拿回去藏好 啊 先去申请 申请办账 赔讯了 我跟你 不要落桌那么多 走开 不要影响我 我还要赚钱了 哎呀 不像你们有公司发的 走开 哎 住手啊 住手啊 叫你不要砍了 把工具先拿回家 申请把那个证件 拿下来了 到时候拿专业工具再来砍 你不要在这里 废话那么多 今天 不是 我把他出砍了 就把你砍了 哎呀 你怎么专家的话你都不听 是啊 你个刁民 还怎么专家 兄弟找不懂 干嘛呢 接不定我打你了 打人啊 赶紧 拿哪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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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你跟着我啊 啊 跑啊 哎呀 你们这些狗屁的专家 简直是社会发展的 八角石啊 社会独流 嘿呀 要不然你在这里来啊 我找他砍完啊 啊 咪都没有开锅了 哎呀 快点啊 你为什么你不找我一下啊 哎呀 没有救上来啊 没救上来啊 幸好刚才啊 叫你拿了一个盾牌啊 挡了一下 要不然啊 就被那些刁民砍了 哎呀 专家呀 啊 我们要不要反制一下 是不是我们做的 哪里做的不好啊 为什么每次周门 都被人家打 反制什么 我们能有什么问题啊 我读的书 比他们吃的盐还多 啊 肯定是他们没文化 听不懂我说的话 啊 肯定是我们来的人少了 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 那应该也是 差了是我们再来 再来先下逛啊 一定要把那些门位啊 那些保安啊 全叫来 对 把牛高马大了 把一帮人全部叫下来 他们还敢动手吗 是不是 肯定那么要我回去出空调吧 哎呀 出空调去 真的是 走 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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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